哈囉大家好 大家還活著嗎? 我已經要被熱死了 這陣子真的好熱喔 尤其是前幾天停電 然後大家的動態是不是跟我一樣 不管是IG還是Facebook 大家全部人都在抱怨太熱了 那這時候如果你也覺得很熱 想要發日文動態的話 是不是會有一點雌窮的感覺呢? 光是自己根本就不能表達這種熱啊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就是這種抱怨天氣很熱的時候的實用日文 第一個 ムシムシする ムシムシする ムシムシ這個字呢 它是從真的日文的ムシ這個字來的 所以當你覺得濕度很高很悶熱 很像在蒸籠裡面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ムシムシする 那同樣悶熱這個意思 還有另外一個字叫做ムシアツイ ムシアツイ 那兩個字的意思是一樣的 台灣は日本より湿度が高いからね ムシムシして大変だよ 第二個 康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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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在罵髒話 康康是陽光很強的意思 那我們也可以說康康照り 太陽が康康照りつけていて 日焦けしちゃったよ 第三個 暑くて死にそう 暑くて死にそう 死にそう 就是快死了的意思 所以這句話直翻成中文就是 熱死了 那也可以改成寒くて死にそう 冷死了 お腹がすいて死にそう 餓死了 反正就是什麼都可以抱怨一下 なんでこんな真夏の時に山登りなんですの 暑くて死にそう 最後一個 焦げそ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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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簡單 焦げる是燒焦的意思 所以焦げそう 就是我要燒焦了 もう無り 焦げそう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抱怨天氣很熱的五個日文 因為真的太熱了 所以就是很熱這個抱怨 我們一天大概會講三十句 那如果你在這三十句裡面 都使用啊 自己這個字的話 實在是人家會覺得 你有沒有別的話可以講 所以我們為了在抱怨的同時 也展現出自己的智慧量 所以只要多蒐集一點 這種很熱很熱的單字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也是相關的日文 今天沒有講到 那如果你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日文的用法的話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要幫我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一晚上九點都 每個禮拜一晚上九點我都會出一支新影片 那我也有Facebook和Instagram 記得要上去追蹤我的動態喔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日文的動態的話 可以看到我的Twitter上面的動態都是用日文發的 那就是這樣囉 我們下禮拜再見 我是Tivani 拜拜